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北京手套房首付比例统一降至30% 缅甸军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同意临时停火 台媒民调赖肖佩领先侯康佩5.9个百分点 美日韩三国近日将实现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 定格百年 无缅异力机群当先锋 为飞行公园探测禽流感 请大家收看 缅甸军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同意临时停火 联合早报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 中方为缅甸军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近日在中国举行的会谈提供了便利 双方已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达成协议 中国外交部希望缅甸有关各方能够落实协议和达成的共识 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主动缓和当地局势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表示 根据会谈进展情况 本月底可能还会有一次会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这次会谈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 中国将继续为此提供支持和便利 台媒民调 赖萧佩领先侯康佩5.9个百分点 联合早报 根据三立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肖美琴组成的赖萧佩在台湾总统选举中领先于国民党的侯友宜和赵少康组成的侯康佩 赖萧佩获得34.7%的支持度 领先侯康佩5.9个百分点 此外 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和吴锡盈组成的柯盈佩获得21.2%的支持度 此次民调也发现 赖清德在40至59岁和70岁以上的族群中得到较高的支持度 而侯友宜和柯文哲在其他年龄段中领先 其他媒体的民调结果也显示 赖萧佩在支持度上领先于侯康佩 差距在2.8至5.9个百分点之间 台湾总统选举将在一个月后举行 美日韩三国近日将实现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施共享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日本和韩国将在近期开始共享朝鲜导弹预警情报 根据今年8月 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峰会上达成的协议 三国将实现实施共享导弹预警数据 目前 三国每年在海上部署宙斯顿区逐舰进行导弹预警演习 但尚未实现实施共享预警数据 美日韩计划在明年上半年举行三方商务部长会谈和财长会谈 以加强合作 对于此举 朝鲜批评称为军事妄动 指责韩国倚仗美国制造危险局势 朝鲜已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每天通过朝鲜半岛上空2到4次 美日韩将加强应对机制 以加强下阻力 此外 美日韩三国已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热线电话 以便随时进行语音和视频交流 定格百年 无缅异力机群当先锋 为飞禽公园探测禽流感 联合早报 这则新闻讲述了新加坡旧玉狼飞禽公园 在2005年为了预防禽流感而饲养了一批特殊的鸡 这些鸡是由未感染过病毒或没有任何病毒免疫力的母鸡所生 飞禽公园定期从农粮与寿衣局接收新的警报机 并进行化验 以确保机制没有感染禽流感病毒 如果发现感染情况 公园会立即关闭并与农粮局合作采取紧急对策 这个措施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禽流感的风险 中俄战机进入防空区后 韩国紧急出动飞机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韩国军方表示 他们已经部署了战斗机 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军机未经通知飞入其防空区 这些军机没有侵犯韩国的领空 但进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是各国可以要求外国飞机采取特殊措施 来表明身份的区域 与领空不同 韩国军方在发现这些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后 紧急出动战斗机采取战术措施 中国和俄罗斯是朝鲜的传统盟友 而韩国的盟友美国曾警告称 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关系不断发展且危险 这是自今年6月以来 中国和俄罗斯战机再次接近韩国领空 当时韩国也部署了战斗机以应对这一活动 东南亚国家部分幼儿食品含叫高糖和盐 联合早报 这项最新研究揭示了东南亚地区一些婴儿食品存在的问题 包括高糖和高盐含量以及可能具有误导性的标签 这对婴儿的健康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监管当局在监管产品成分和销售方面存在不足 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食品成分和标签政策 并缺乏监管糖和盐含量的法律条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东南亚辅士改善联盟合作伙伴 呼吁各国改善相关法规 包括禁止添加糖分和甜味剂 限制糖和盐的含量以及防止误导性营销 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护婴儿的健康和饮食安全 国际社会关切南中国海情势 分表态支持马尼拉 中国动员外交系统反制 美国之英中文网 总的来说 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的冲突行为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 美、日、英、家等国纷纷表态 要求中国遵守国际仲裁结果 并停止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 然而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系统进行反击 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 中国坚称自己对南中国海拥有合法主权 不承认仲裁结果 这一系列争端使得南中国海局势进一步不稳定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行为表示担忧 尽管美国及联合国喊话 以色列继续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美国之英中文网 总结来说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冲突仍在继续 导致平民伤亡 尽管国际社会和美国都呼吁停火 但以色列依然加大攻势 导致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扩大 以色列面临外交孤立 联合国警告加沙当地疾病加剧 医院系统几乎成废墟 然而 尽管以色列军队伤亡增多 以色列民众仍然团结一致支持军方 希望哈马斯被镇压 新加坡中学生称南买避孕套偷尝禁果 女友怀孕但死阴霾前院 新岛日报 这些案件揭示了一些问题和教训 首先是青少年性教育的重要性 这对年轻情侣明显没有充分了解性行为的后果 和如何正确使用避孕措施 这导致了意外怀孕和堕胎的尝试 其次 堕胎是一个严肃的决定 需要在合法和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这对年轻情侣的自行堕胎尝试失败 可能给少女的身体和心理都带来了很大风险和伤害 第三 尊重生命和尊重法律是非常重要的 这对情侣选择将死阴霾在家中的前院 违反了法律 并且对死阴的尊严和人道处理都缺乏 最后 这个案件也凸显了家庭和社会 对青少年的支持和关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母亲的揭发和关心 这起悲剧可能会继续隐藏下去 这起案件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反思 促使我们更加重视青少年的性教育和心理健康 提供他们正确的指导和支持 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设在韩国建基地贩毒 师承男与三同伙被捕 联合早报 一位新加坡籍男子被韩国警方逮捕 涉嫌在首尔建立毒品贩卖网络 并将毒品运往新加坡 据报道 这名37岁的男子通过加密聊天软件 在韩国贩卖含有毒品成分的果冻和糖果 共进行了980次交易 赚取了约2.5亿韩元 约25万6千7百新元 此外 他还招募了一名韩裔新加坡人 试图开拓韩国市场 该案件是韩国警方为期7个月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 共逮捕了100名嫌犯 目前 男子和三名同伙已在韩国被判刑 等待刑暖后 遣返新加坡接受调查 新加坡中央速读局表示 这起案件的侦破证明了新加坡和韩国当局之间的紧密合作 并感谢韩国警方的协助 日本首相岸田在欺诈丑闻中努力争取信任之际 大臣们辞职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进行政府改组 因为执政党自民党的一系列腐败丑闻导致多名大臣辞职 这些大臣来自被称为安倍派的派系 他们被指控收受党账户中缺失的约五一日人筹款收益 岸田表示 他将采取紧急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并努力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岸田的公众支持率已降至他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自民党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虽然岸田无需在2025年10月之前举行选举 但他面临的批评和挑战仍然存在 在野党对自民党提出不信任动议 但未成功 此次丑闻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引发了公众对政治资金的质疑 上海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成锋被双开 联合早报 根据中国官方通报 上海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成锋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 成锋被指在出国期间赌博收受财务并涉嫌社会犯罪 他被指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组织纪律 并违反连纪纪律 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 成锋的违法违纪行为被认为是严重职务违法 涉嫌犯罪 影响恶劣 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违纪违法所得将被收缴 并将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成锋曾任上海报业集团副总经理和澎湃新闻董事长 长期在上海工作 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 他和早前被通报双胎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员党组书记 主任董云虎在上海宣传系统工作多年 两人在上下级关系中 北京首套房首付比例统一降至30% 联合早报 北京市调整购房政策 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30% 二套房首付比例最低为40% 此举旨旨在降低居民购房的资金门槛 满足住房需求 同时取消了房贷年限的从严管控 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0年 此外北京还优化了普宅认定标准 对建筑面积价格标准进行了调整 提高了普宅的建筑容积率和单套建筑面积 并提高了普宅的价格标准 此次调整还降低了商业银行新发放房贷利率政策下线 各银行应根据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确定新发放房贷利率水平 整体来看 北京调整优化购房政策 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降低购房能坎 提高居民的购房能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